奥丁镇位于圣殿联盟南部边境 三千余户 这在昊叶城所属中算是较大的一座城镇 朝阳出生 用光明与温暖柔和的俯处大地 也仿佛是在唤醒着生命 在奥丁城中心地带 有着一座相对较大 占地面积约上千平米的两层建筑中 正在进行着一场考核 而这时一道浑厚有力 带着几分金属般的铿锵声音响了起来 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成为骑士 守护人类 守护善良 守护圣殿 守护亲人 回答的声音整齐而至呢 很显然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了 这座二层建筑是奥丁镇的骑士圣殿子殿 简称奥丁子殿 专门负责在奥丁镇上挑选那些 有可能成为骑士的孩子进行培养 今天站在这里的三十多个孩子 都将进行骑士最初级的称号骑士侍从的靠河 也只有称为一级骑士侍从他们才能继续在这里学习修炼 那浑厚声音的主人是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壮汉 他叫巴尔扎 是奥丁子殿的骑士侍从总教官 据说 当年他只差一点 便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了 而此刻的巴尔扎 目光严厉地注视着眼前这些 普遍在八到十岁都住在奥丁镇上的孩子们 告诉我骑士的准则是什么 谦卑 诚实 怜悯 英勇 公正 牺牲 荣誉 执着 仁爱 正义 很好 你们在这里已经修炼了一年 今天是接受考核的时候了 骑士侍从一级到十级 相对应的灵力是十到一百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达到灵力十以上 成为一名一级骑士侍从 所有通过考核的人将继续留在这里修炼三年 然后前往浩岳城参加准骑士的考核 只有当你们成为一名像我这样的准骑士时 才真正算是骑士圣殿的一份子 现在开始 江湖 是 一名身材较为高大的少年走了出来 通知取下自己背后的木剑 所有少年的配备都是一样的 每人一柄长三尺 宽三寸 厚两寸的木剑 而骑士侍从考核 也很简单 巴尔扎面前 有着一个看似木墩的东西 木墩后面连接着一个石槽 石槽内有石珠 击打木墩 石珠便会震动 按照震动时弹起的高度 评测出灵力多少 可以算是评测灵力最原始的工具了 不过在灵力一百以内还算准确 灵力是圣魔大陆平定所有职业强弱的通用数值 无论是骑士 魔法师 还是其他任何职业 这强弱都是用灵力来进行平定的 一般来说 石点灵力相当于是一名正常成年男子的力量 河 江虎大喝一声 双手握着木剑 轮圆了狠狠地便砸在了木墩之上 砰的一声 石珠跳动而起 巴尔扎满意地点点头 手上拿着一个名册进行记录 江虎 零里十三 通过 下一个 这种考核进行的速度很快 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是一百人完成了 通过的差不多有一半左右 董浩辰 当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巴尔扎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目光锁定在一个身材有些瘦弱的少年身上 这名少年和其他人比起来明显有些营养不良 他身形瘦弱 可是 却有着一张令人惊叹的面庞 那自然成形的柔顺眉毛 大大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 挺直的鼻梁 白皙的肌肤 薄厚适中的嘴唇 哪怕他看上去只有八九岁而已 可却漂亮的 足以令女人也要疯狂嫉妒 他虽然是黑发 却有着一双盛扯碧蓝的眼眸 这要是换上一身女装 那绝对是倾国倾城之色 龙浩尘走到巴尔扎面前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先取下木剑 而是右手握拳放在心脏的位置 弯腰弓身 行了一礼 教官 巴尔扎那原本严肃的目光 明显变得柔和了几分 他点了点头 开始吧 是 摘下木剑 龙浩尘深吸口气 猛然将巨剑抡起全力以赴的杂想木盾 呼嘴声 识诸弹跳 但是他却明显没有超过十的刻度 看到眼前这一幕 巴尔扎一下子便皱起了眉头 从木剑反弹的程度他能看得出来 龙浩尘的确已经是全力以赴 可是他却依然没能通过考核成为一名侍从启士 龙浩尘那俊修的面旁一下子变得通红 他看着巴尔扎显得有些激动 教官 我 我 下去吧 教官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能通过的 但是 这对其他没有通过的人 不公平 龙浩尘顿时沉默了 可在他眼中 却仿佛是多了一种特质 巴尔扎注意到他的眼神 在这一刻 这位侍从骑士教官不禁是愣了一下 那是什么 执着 骑士十大守则中的执着吗 骑士的十大守则 也是骑士的十大精神 哪怕是一些真正的骑士身上 都未必能够看到其中一种闪耀 可眼前的这个孩子 也就是在这一刻 龙浩尘 已经转过了身子 面对在场所有的少年们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用极为恳切的声音 向这些 一起训练了一年多的伙伴们说道 请求你们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边说着 他竟然败了下去 巴尔扎带住了 而那些少年们 也都带住了 对于他们这些 普遍只有八九岁 最大不过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根本不明白 龙浩尘为何如此执着 在绝大多数少年们看来 成不成是从骑士 根本没什么关系 但是巴尔扎眼中 渐渐多了些什么 如果换了别的孩子 或许他以为这个孩子 急功近利 或者是 雀弱什么的 但是对龙浩尘却不会 因为 这个俊秀的少年 虽然看起来瘦弱 但在过去一年的训练中 他却是最刻苦的一个 不但很好的 完成了每天必须的训练 每天清晨 他都会提前来一个时辰 然后再挽走一个时辰 巴尔扎身为一名十几准骑士 在这奥丁镇 他已经当了十年的教官 但是龙浩尘 却是他所见过 最勤奋的学员了 这个少年从来不需要督促 不但每天训练的刻苦 而且待人非常温和 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当这些和他一起训练的小伙伴 请他帮忙的时候 他从不拒绝 这也是为什么 轮到龙浩尘考核的时候 巴尔扎的眼神 会变得柔和的原因 而龙浩尘没能通过考核 也让他吃了一惊 如此勤奋的孩子 依然没能通过考核 那唯一的解释 便是他的资质 实在是太差了 教官 就让他重新考核一次吧 开口的是第一个通过考核 也是这群孩子里 年纪最大的讲虎 是啊教官 再给浩尘一次机会吧 教官 浩尘每天训练都很努力 上他再试试吧 一时间 为龙浩尘求情的声音 几乎是从每一名少年口中响起 这便是待人为善积蓄而来的人员 更何况他们只是一群孩子 还远远设计不到利益关系 此刻的巴尔扎 沉声喝着 安静 宽敞的厅堂内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好 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 为了公平起见 龙浩尘 你要先在一对一的对决中 战胜江湖 才能获得这次机会 你们所有失败的人 也是一样 谁能战胜江湖 我都给他重新考核的机会 仅限于三天内 龙浩尘大喜 先是再一次 向伙伴们道谢之后 这才是转向巴尔扎 谢谢你 教官 看着那宛若绝色少女一般的面庞上 充满着阳光 和纯净的笑容时 哪怕是巴尔扎这个男人 都不禁是唯唯一正 他没有理会龙浩尘 反而是看向了蒋虎 全力以赴 否则的话 我取消你侍从骑士的称号 明白了吧 是 蒋虎答应一声 便抽出了背后的木剑 其他少年纷纷向四周散开 让出一片空地 浩尘 小心了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蒋大哥 请 两人同时行了一个骑士礼 随后 蒋虎第一鹤一声 一个进步前冲 手中木剑指本龙浩尘批去 目标是他的左肩 龙浩尘显得很安静 看上去 他的动作像是慢了一拍似的 知道 蒋虎手中木剑 批出一半距离时 他这才动 手中木剑上流 正好是扫中蒋虎 剑人最下方的位置 随后传出一声轻响 蒋虎在灵力明显大于龙浩尘的情况下 他这一剑竟然被荡开了 看到这一剑 巴尔扎教官眼底顿时就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蒋虎的木剑虽然被荡开 但他的反应很快 介绍身体一个旋转 以腰背之力带动手臂 手中木剑盘旋一周 横展而出 蒋虎的应变极为精彩 以他这个年纪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龙浩尘的应对 却更加令人吃惊 在一剑荡开蒋虎的攻击时 他就已经向前进步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本就很近 在这一进步 人便来到了蒋虎的身边 而这个时候 也正是蒋虎身体旋转的时刻 他怎么进攻 班尔扎的心中出现了这样的疑问 木剑长三尺 而龙浩尘已经贴身了 是绝对施展不开的 但是 在这个时候 龙浩尘的攻击已经涌出了 他用的乃是剑柄 身子向下一矮 同时剑柄上顶 正好就顶在了蒋虎的泪下 这一击 龙浩尘甚至没有发力 但是蒋虎的身体已经是叠退了出去 他横扫的木剑 也正好从龙浩尘头顶掠过 停 失去平衡 招式用脑 蒋虎 你输了 如果龙浩尘的剑柄 用力大一点 你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此刻的蒋虎 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嘿嘿 浩尘 你真狡猾 龙浩尘收剑而立 有些欠然地 看向好不容易才站稳的蒋虎 巴尔诈 向龙浩尘点点头 你可以进行第二次考核尝试了 重新回到木庄前 龙浩尘脸上的神色 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这样的神色 出现在他这样的少年脸上 实在是给人一种异常的感受 双手紧握木间 龙浩尘眼中的执着 明显变得强盛起来 似乎 在他身上 有着一层若隐若现的光晕产生 尤其是他的眼神 那澄澈的碧蓝色双眸中 目光是那样的鉴定 骤然之间 龙浩尘猛的一个悬身 带着他那份远超通灵人的执着 回出了手中的木剑 砰的一声 石珠弹跳 而龙浩尘自身 也因为反振的力量 向后跌退一步 手中木剑险些掉落 能够清楚地看到 他双手的虎口位置 已经是渗出了丝丝鲜血 零力十一 通过 巴尔扎带着震惊的声音响起 从零力九到零力十一 听上去只是一个数字二的差距 可是 在前一次的考核中 龙浩尘分明已经是用了全力啊 此时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增幅 意味着 他将自己的潜力激发到了极限 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巴尔扎恢复了正常 让龙浩尘自己去医务室包扎一下 然后继续接下来的考核 考核结束 所有未通过的 明天就不用再来了 通过者 明天将分配新的教官 现在解散 领取培元业后 就可以回家了 谢谢教官 龙浩尘 你留一下 少年们在欢呼中离开 不论是否通过考核的 都是一样 在这个年纪 他们很容易便找到快乐与幸福感